大多故事是由嚼通天海鲜酒家特约赞助播出 在多伦多举行 22日上午举行的开幕仪式 嘉宾等百人出席 出席嘉宾包括国会议员蔡鲍国 谭庚助理 沈医员董涵的助理 万锦氏市议员何胡锦 多伦多市议员张家里等 一带一路中华文化组组去中加两国艺术大展 让我们海外华人有机会 欣赏到来自国内的知名书画家 长江之子朱美清 佛像画大师王大川 当代刺绣第一人孙燕云 香慈法师等人的作品 还有新云大师王海利等人作品 此次活动致力于 此次活动致力于 将中国特色文化 中国著名的传统书画展 带出国门去 给海外热爱中华文化 人士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机会 与国内的知名书画家交流 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 欢迎代表加拿大中文媒体继的集会 向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界的各位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热点的欢迎 谢谢你们的支持 今年是加拿大成立150周年 同时也是中加交流48周年 在这个历史时刻 举办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活动 对我们来说是具有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 这次活动呢 是由加拿大的人民日报海外网 加拿大品报牵头说话 加拿大中文媒体继的协会主办 加拿大中华常媒集团审判的这个活动 一带一路呢 中华文化首次去 中央两国的艺术大展 让海外华人有机会欣赏到来自国内的知名画家 长江之旨的 朱梅林 佛像画大师 王大川 当代刺绣第一人 申雁云 香慈法师等人的作品 还有心理大师 王海利等人的作品 此次我们的活动呢 主要致力于将中国的特色文化 中华书画展 传播出世界各地 将这些画展带出中国的国门 代表全国内书家到这里来 进行这样的一个诸客展览 把中家两国人民的艺术交流 和建国150周年的 推下了一个景深的一个经典 从小 我实际上来也是 学着 这个白秋温的国际精神 比如我也是走过来的 我把中国的文化艺术 传播到世界各国 我本人也是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也是全球唯一的画家代表 从加利安南到潘基文 那么我这样一路过来 为了促进中国的这个优秀传统的文化 我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代表 这个美术家 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联大期间的会议 的画语权 在这些年 我就一直在提唱 《书世界和平化美丽中国》 这种和平和美丽中国的这个要素 一起了推进 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的陈主任 陈主任 做的一路一路 中华文化走出全球 我非常在场 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 都是大多国家领导人 部长将军 非常众多 就是与各国政党间的交流 所以 感谢这一次的主办单位 成办单位和协办单位 有了这样多的一个 艺术交流的原地 那么我们希望 通过此次的契机 我们将联合起来 把这个 这个中国文化 对于世界各地的交流 因为我担任了很多国家的文化顾问 所以 这个文化中心 他们这些国家 在世界各国都有文化中心 所以我带来 很多这些书画家 包括在联合国的很多团 都是我安排的 因为在此方面 国际方面 美术大典 这一块 我的主编出版的 乐视手符 动用了四千多万人民币 进行出版的发行 非常好 而且全部一线大家 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我在86年 创办了国际美术家联合会 当时这个 成立的时候 九十多个国家 也要合作 提发其成员国 我报告给我们国家的这个 我们现在采用的红绸缎 下面我们请选择团长来宣布 现在我们宣布 一代一中华文化走进 全球历史云战 第七代 天天呼吸行 华哈哈 中加两国艺术大战 现在开幕 谢谢 请教一人电台 往近一点 靠近一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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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福我们中央两国艺术大战 开幕式成功一半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